充满偏见的提问 当场中断录影 而且他直接走人了 川普也抢在节目播出之前 在自己的脸书 PO出了38分钟 一刀未剪的版本 不过此举就引起了 CBS电视台不满 发声明痛批 川普违反协议 川普录到脑羞了60分钟 节目专访 抢在正式播出前 川普先发志愿 在自己的脸书上 先PO出一刀未剪版 指电川普跟访谈中 这对美国经济 疫情 这对美国经济 他在中国的家族丑闻的回应 都遭到主持人史塔尔当场打脸 这让川普脸色越来越难看 最终压不住怒火 直接开枪 你没有问拜登 我看到你跟周伯 我没有做出一刀 我没有做出一刀 我看到周伯 我看到周伯 川普刚上主持人气到连最后一段与副手彭斯同台的访问 也直接取消当场总员 话说完川普就立刻起身离开 只是这段独家专访被川普擅自上传 这也让60分钟节目所属的CBS 发出声明 抨击川普无视协议 而其实60分钟这个老牌新闻节目 每回总共大选都会访问两党的候选人 然而这次川普招架不住主持人的 质问猛攻恼羞暴走 看得出民调落后的川普 选举压力真的不小 继续有综合报道